词词曲 编曲 杨栋 我们今天的日子过得很充满、很满足 感谢主 感谢主 让我们的灵魂苏醒 荣耀的盼望活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这样思考 我们有时候在一个盒子里 我们有一个很厚的皮在外面 称为我们的魂 有时候我们感受不到神 因为我们的魂太厚 我弹吉他 我手上因为弹吉他起了许多的箭 他跟我另外一个手的敏感度不一样 有时候我们的魂有点像这样子 我们要感受他 他真的活在里面 但是我们就太厚了感受不到 我们没有办法感受他的同在 所以他在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魂能够柔软 马上我们就随时随地地与神同行 听我们可以把33页 调出来 我们就来复习几个重点 然后我们要来分享见证 然后我们来激活天使 33页讲道 将我们的三一自己 三一神对齐 记得你有灵魂体 神呢 有圣父 圣子 圣灵 我们要与我们自己的灵魂体 要与三一真神对齐 你们看到第35页的时候 你看到神在上面 我们的灵与上帝同在一起 我们看魂在灵的下面 然后身体在下面 神圣的秩序就是 神先临到我们的灵 然后影响我们的魂 再影响我们的身体 所以神的灵下来的时候 是先触碰哪一个部分的我们 为什么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说与神同行的时候 我们就与我们的灵 与神的灵合一 所以神的生命 就直接流向我们的灵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我们的属灵人成为领袖 在简言里面有这样讲 在疾病的时候我们的灵会来保守我们 神 我们的灵 你看我们的灵与神是交合的 这是我们的灵与神是联合的 所以神的流先流到我们灵里 祂的灵在到我们的魂 然后魂到我们的体 然后魂到我们的体 约翰三书 I desire that you prosper and be in health I desire that you prosper and be in health even as your soul prospers 我希望你的灵魂体都兴盛 So what John is saying is I desire that your body prospers and be in health 我这是讲说 祂希望我们的身体能够健康 跟我们的魂一样健康 你的魂怎么样丰满呢 因为它的活力是从灵来的 And remember I quoted that verse in Proverbs a while ago 你看我看看在真言讲的 It says in times of sickness A man's spirit will sustain his body 就是我们的灵魂体的会得兴盛 Just become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learn how to live in our spirit Just becomes very important 我们怎么样活在我们的灵人为 代灵人下 All right That was a little review Just a little review That was pages 33, 34 and 34 这是三四、三十五 So pages 33 and 34 Is a prayer that you can pray 33跟34你可以这样祷告 You先祝福你的灵 祝福你的魂 然后祝福你的体 让他们能够在正确的次序上面 So practice that a little bit on your own That's your homework 这是你的家庭作业 就是为你自己来祷告祝福 You got a class That's your homework 你们来上课 所以你有家庭作业 OK Let's talk about angels 我们来讲天使 Should we talk about angels 我们应该讲天使的事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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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不可以 Yes Ting if you don't mind Let's pull up page 22 and 23 Ting 各位帮我们放 22跟23页 So the Bible says that there are about 300 mentions of angels in the Bible 圣经提到天使有三百多次 That's a lot of mentions That's a lot of mentions That's a lot of mentions So angels are pretty big deal in the Bible So天使在圣经中是很重要的 They're not just kind of like for special occasions It's not just kind of like for special occasions It's not just kind of like for special occasions Psalms 91 11 says this He, God, will give His angels charge over us In all of our ways 在我们所有的路上 神会拆遣祂的天使来帮助我们 Everything you do God says I want to give my angels charge over you 每个你所做的事 神都说祂要送天使来帮助你 Now lots of times Angels showed up in the Bible And it made people very fearful 在圣经中多处 天使出现的时候 很多时候让人害怕 很多时候天使出现的时候 都很吓人 然后人们觉得害怕 天使总是说什么 不要怕 不要害怕 我来是给你做朋友的 我现在来传递你的神的信息给你 我们要越来越熟悉天使 我们不需要怕他们 第二个我们学习怎么样与他同工 天使像什么 天使像什么 我们来看诗篇104篇第四节 就在书上 以风为使者 以火焰为仆役 他是风 他是火焰 他在讲关于天使像什么 风火焰 所以天使不是都是以人形出现 很多其他的方式他可以出现 在像以利亚一样 他们是如火车火马出现 想想看这个 想天使是风是火 在那个圣灵降临的马可罗的时候 那天使是什么 他们讲方言的时候 那时候发生了是什么 那时候就有火焰如舌头 降在他们的头上 我们看一下 以火焰为仆役 神以风为使者 但我们知道神在讲天使的时候 有用风跟火 在五行节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 大风吹 对不对 那如舌头的火焰 降在他们的头上 你想那个像什么样子 天使 帮助一百二十个圣徒进入了圣灵的喜 神可以让我们自己 神可以让我们自己也可以 祂可以帮助我们 不管怎么样 祂喜欢送天使来帮助我们 每次我们进入新的区域的时候 我们期待天使的帮助 我们期待天使的帮助 不要错误的信息就是说 但是天使是随时随刻与我们在一起的 你洗碗的时候 你开车的时候 你跟你妻子共同在喝咖啡的时刻 有更多的天使超过 我们能够数的 我们都要来非常熟悉天使 我们可以跟天使交谈或有互动吗 我们来看看经文 我们亚伯拉罕 基地恩 雅各 大卫 玛丽 彼得 保罗 哥里牛 撒加利亚 保罗 保罗 约翰 他们都跟天使交谈 圣经告诉我们 神的话是我们的范例 那是非常的惊人吗 我们可以跟天使交谈 我全心相信是天父的心意 什么样的互动呢 诗篇一百零三篇二十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 听从祂命令 成全祂旨意 有大能的天使 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做祂的诸君 做祂的仆役 行祂所喜悦的 都要称颂耶和华 这诗篇讲的是什么 他在对天使说话 他说 注意听天使们 我们要来称颂耶和华 天使啊 我们一起来称颂耶和华 诗篇在对天使讲话 另外一个例子 你记得参孙 他父亲叫做曼诺瓦 曼诺瓦的妻子被天使来造访 天使说你将会有个儿子 他告诉了他的丈夫 曼诺瓦说 我也要看天使 然后他说 神啊 你再次将天使显现给我 因为我要跟他交谈 你猜猜 然后天使又出现了 告诉他一样的神的允许 还有许多其他的允许 那时候曼诺瓦坐下来 与他们有一起晚餐 然后他问了更多关于参孙的细节 亚伯拉罕呢 记得三个天使来到他的帐墓 亚伯拉罕说 来进到我的帐墓里 Sara 去杀了我们最好的牛主 我们要为天使来准备晚餐 上次是什么时候 你帮你的天使准备晚餐 要预备好 事实上 也许你可以设定一个晚餐的餐桌 留一个位置给耶稣 留一个位置给天使 就在你心中来开始一个信心的行动 天使就告诉亚伯拉罕他们要做的事 你看亚伯拉罕做了什么 他说不行 我的侄子住在那个撒旦 你们能够保住那个城市 如果有五十个义人 三十个怎么样 二十个怎么样 十五个怎么样 十个 他在跟天使讨价还价 你在跟我说笑话吗 人在跟一个天上的天使讨价还价 在圣经里 举起你的手 如果你相信圣经所说的话 在圣经里 另外一个情形 亚伯 他是一个不好的 他的兄弟很生气他 亚伯那时候真的需要很大的帮助 他跑到一个地方独自在那里 然后天使向他显现 亚伯在那时候是极度的 有需要帮助 他就需要上帝的帮助 他开始抓住他的天使 你一定要祝福我 他们一个晚上都在摔跤 你上次什么时候跟你的天使摔跤 你们相信圣经的基督徒 对不对 天使说 你让我走吗 日出之头 我必须要离开 亚伯说 不可以 我不让你走 直到你祝福了我 这是很难面对的事 所以圣经在告诉我们 我们有超过我们自己所知的方式 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跟天使互动 来 我们一起来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要照所安排的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神在这里说什么 他要将天上一切所有的 所有地上所有的 进入一 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这是说他要他们同归于一 在历史中他们是非常 天跟地是分开的 天上在好远那边 然后我们在这么低的地上 但神说他要将天地归于一 你想想是不是他就在做的 在我们中间 他让天上越来越靠近我们 而我们越来越靠近天上 我们找到我们的工具进入天国 在我们的生命生活里 他就让我们与他合一 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 你们乃是来到西安山 永生神的诚意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里有千万的天使 你已经来到了天国 就是一个西安山 你们现在就活在永生神的诚意中 我们唯一不相信 是因为我们没有让我们的信心活起来 相信我们是活在神的诚意里 我们感觉不到 但是它并不代表我们的感觉是真理 你相信哪个比较多 我们的感觉还是神的话 神的话 正确的 告诉你的旁边人说 我住在西安山 说你住在西安山 你也住在西安山 这时候你就看到那里有千万的天使 你告诉你的邻居说 你有众多的天使环绕你 你有众多的天使环绕你 我要你的天使变成我的天使 借一下借一下 我的天使说不可以 站在这里说 不可以不可以 我的天使跟他的天使是朋友 因为他们是从神的宝座来的 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些有趣的事 我们现在不讲了 要不要他讲 要 没忘记去告诉我们 有一次我们去以色列 我们去了很多次 我们到了一个传统东正教的犹太人的聚会里 他们是非常的传统 保守 而且不要任何的游客到他们的环境里 这是我们与神非常严肃的时刻 我跟我的妻子和一对朋友 想要穿得很像犹太人的样子 but you're not we did wear a hat 我们 因为那时候我也在耶路撒冷 他们戴了个小帽子 然后我们 我的姊妹就穿着他们的围巾 我们穿黑色跟白色 我的这个表 没有电话 我们去参加了他们的一个聚会 确实告诉你 我们很害怕 我怕说他们对我们生气 把我们赶走 我们坐下来 我可以告诉你们很多件事 有很多细节 我们实际上 因为我们走迷了路 实际上两个天使向我们出现 在我们前面显现 把我们带去他们的聚会 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要往哪里走 有人告诉我们 你就走进去你就看到了 没有 我们没有看见 所以我说神啊 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 有两个穿着非常不同的 像女性的人走向我们 然后我的太太跟他们说 我们要去祷告 他们就这样 我们跟随他们 带走了两个路口 她说 姊妹你从这边上去 你这个男性 你跟着我走这边 很多时候他们什么都没说 就是用指的 所以姊妹去了 他们女性的聚会 那男生去了男生的聚会 他们有非常美妙的故事 但是我现在讲我的故事 我跟我的另外一个同伴 在一百五十个犹太人中坐下 我们很紧张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接受我们 十十五分钟后 我的意念突然想起来 我有天使跟我在一起 他们也有天使 我就命令我的天使去跟他们天使交流 然后跟他们说 我们是带着平安来的 我们来支持他们 我们不是游客 我们爱他们 我们要祝福他们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更有明白神的同在 在这十分钟之中 走到后面站的一个男士 在我的旁边有一个空的座位 就在我跟我的天使 命令他去跟他们的天使交流的时候 那个人就过来坐在我的旁边 我相信天使已经创造了一个平安的气氛在我们之间 西伯尔来书一章十四节这样子有讲 天使去服侍那些以得着救恩之人 他们是奉猜前为我们效力 你有没有指挥你的天使做一些事情 或是你的天使觉得他们很无聊 没事干 我们坐在天国 他们在天国要服侍你们 为你们效力 我要照天父的喜悦的事情而做 我们天使就等着你们给我们指令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多一点分享 我现在来看一下 这是我自己写的 这是我个人写的 我数年来能够指出神给我的天使的状况 现在我知道的就有十四个天使 我相信你我之间还有更多的天使 但是每一个天使他们有一不同的职份 你记得我们的工具箱有很多的工具吗 每一个不同的天使就像不同的工具 当我去新的地方 我从来没去过的 或是我有一些困难的时候 我祝福的天使他的名字叫Pera 希伯来书叫做图获 或是破除 我需要天使在我前面打开那些难关 他跟我是一个很好的伙伴 我还有一个天使叫做Pera 这个是法语叫做说 我会到一个地方说 主,我好像知道要分享什么 但是我不确定 我们一起来同工 我需要一些帮助 这样怎么样呈现 怎么讲 怎么给你们讯息 他跟我是好朋友 多少人有认识你的个人天使 好,是 更多的人要来遇见你们自己 认识你们自己的天使 我们现在来看27页 我们要知道他的名字 优势 他们的任务 怎么与他们合作 和与他们的友谊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天使 保护天使 从始初就与我们同在 你绝对有一个保护你的天使 甚至在创世之前 他们就已经归属给你 神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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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要把苏西放到这个地上来 她需要一些帮助 我在这整一个她生命过程之中 我给她一个天使 我给她一个天使 给拜她 还有爸爸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天使 我们就要学习认识我们的天使和与她合作 当我们认识了我们的天使之后 我们可以请她帮忙让我们认识开启更多的天使 我必须要坏坏地往下走 有一个方式我发现我自己的天使 你的方式也许非常的不一样 在我的生活里面 常常我的认知是透过鸟 你知道每一个鸟都有一个代表 就像蓝色的鸟代表启示 我们有一个鸟叫做 就是很颜色 橘色黄黄的 那个代表喜乐 每一个不同的鸟有代表不同 我在靠近我家里 我有一个祷告的小径 我的一生中那些小路 都是我遇见神的地方 七年多前 我开始遇见这个特别的路径 我开始遇见我的天使 你知道红鸟吗? 红色的鸟 红色的一个鸟 一种鸟 它有一个高高的羽毛在它的头上 对我来讲 它是有意义的 我一直走的时候 我看那边有一只 那边又有一只 我看到一个树梢上 又有一只 就对我唱歌 我说主啊 这有点奇怪 怎么这么多这个红鸟 我应该在这里看到些什么吗? 你要向我显现什么吗? 主 主 这是你要告诉我 我的又一个新的天使吗? 所以变成在那天我遇见我的一个天使 他的名叫卡托 他帮助我开门关门 他会关起一个门 是我不可以去的 他帮助我找到一个门 让我可以进出 这真的是一个奇妙的资源 我怎么知道那些门在哪里? 我的天使知道啊 所以跟他一起合作 我们越来越有能力 而不是孤独的 我再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 我们就来激活 我在我的步道上 有一天这样子走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愉快 跟保守的人 我说神啊 我就是爱你 我都想不到 我还能要求些什么 你如此的照顾我 我就是非常的满足跟快乐 就是我走到一半的时候 我要拐个弯的时候 这是我的天使的路径 对我而言 在那段时间里 我只要走出去 我就觉得有天使的互动的发生 就从鸟开始 但是他们只是我的一个门 让我带入天国的经历 你有想法有什么样的路径 使神为你创造的 你必须要问主 我就站在那里 主 我是很快乐的人 你不用什么都不用说 我就是这样快乐 我没有告诉主 你不要再跟我讲话 你只要对我不管说什么 我是打开的 我就站在那里非常的安静 你记得我们强那个脑袋 那个已经没有了 就是我的属灵人 安静站在那里 非常的平静 打开我的眼睛 就从这里到那个灯的地方 这有一个鸟叫Gold fence在那里 几秒钟之前它不在那里 是亮的黄色 我看到它就向我歌唱 我说主这有点奇怪 我就是在那里说 只要你向我说话 我就完全的开心快乐 我打开我的眼睛 那个鸟就在那里 我说主啊 你要告诉我什么吗 在那时候我已经明白 我起来鸟好像是一个门户一样 让我能够接触神的国 我起来Google 这个黄金色的鸟是代表什么意义 其中一个就是讲 这个是一个喜乐的猜信 主你告诉我 我有一个天使 是叫喜乐吗 天使帮助让我可以喜乐 可以帮助旁边的人一同喜乐 我说主我不太明白 我现在把它放在书架上 等火再来看 你们听这个事情 在连续两天我就有一个非常活 鲜活的梦 这就是有一个女性还有她的朋友 她们走向我 我像一个在很大的别墅区里 你在梦里有没有飞过 我也是 她跟我 她和她的所有的朋友 我们就从这个地方飞出去 很漂亮的地方 我就感受到我们之间的那个喜乐 我们没有一句言语的交谈 但是我就知道她的名字 她是一个我从来没听过的名字 她的名字叫Simcha 我醒来之后 她的名字非常鲜明在我的脑海里 我非常记得那整一个梦的细节 主啊 Simcha是什么意思 我就去Google Simcha Simcha 你们想那个意思是什么 猜猜看 喜乐 你看我看到那个黄金色的鸟 是它代表它是喜乐的幸差 连续两天我有个梦 在我的梦里 它的那个名字就叫喜乐 我很高兴神怎么样在我的生命里 用我的心里印证祂的实际 你以前可能有五个天使 现在又变成有二十五个天使 你就有一团队的天使 就说来 跟我来 你们要见你的天使了吗 哦 还有一点 二十三月 这是神 我们居住在地上 我们的灵在那里与神同在 我们的魂跟体在下面 神要训练我们怎么样在天国生活 祂送插插天使 来服侍我们 来训练教导我们过天上的生活 这是比较惊奇的部分 在哥林多六章说 我们到时候会审判天使 你知道这是在圣经里面的吗 你们预备好了要做那个吗 你们预备好了要做那个吗 我觉得我还没预备好要审判天使 但他帮助我们来学习 他现在就是要帮助我们进入天国 我们所承受的产业里 好 我们来做激活 我们现在跟天父谈一下 讲一下话 先来看看我 记得我们什么都不会做 如果我们没有进入耶稣的门 这是一定要在上帝的亲密关系中进行 我们不是只是玩一个游戏 这不是要让人家说我们是多酷的一群 我们在这个课程里 我们在学习 我们在天国所承受的 我们在学习上帝对我们的梦想 天父谢谢你 我知道你对我们是多么的柔软 你是充满智慧的爸爸 你今天看到我们这些学生 你邀请我们 我今天真的想知道神 你对我的梦想是什么 你对我们的梦想其中之一 就是关于天使的帮助 谢谢祢要我们了解天使 比我们更多 圣灵 我们祝福 祢要让我们的心的灯亮起来 更明白天使 谢谢主 谢谢圣灵 祢为我们行了美善之事 谢谢 好 你的左手 就放在你的前面 我要请圣灵 放一些在我们的左手上面 圣灵 祢就放什么 什么都可以 就放在我们的左手上面 谢谢圣灵 你放在 左手的可以是大小冷热 软的、硬的、硬的都可以 可以是活物 也可以是物件 我给你一点时间 试着不要用你的脑袋去想 用你的灵去想 圣灵求你来教导我们 这个我们手中所看到它的象征 或是它的意义是什么 你们来问圣灵 我们现在用我们的右手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但是请你不要去想这个问题 也不要猜想 当我问你的时候 第一个进来的答案 我的问题是 第一个名字进来的是什么 这个应该不会花太长时间 天父谢谢你 你照顾我们 看顾我们这些教室的学生 我们要做一个好学生 好的儿女 我们要完成你对我们的梦想 我们爱你天父 我们是不是有个好爸爸 我现在给你另外一个工具 你可以与你的天使互动 你站着不要走 我来拍一个 你听到那个韵律吗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天使会给你一些韵律 只有你跟他知道 你知道我的孩子跟我的孙子们 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有彼此之间私密奇特的沟通方式 有一个是这个 就这样子 很小 我的孙子马上看着我 我就跟他说 做得好 做得好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我骑我的脚踏车到他们家去 他们在前院玩不知道祖父来了 然后我就这样吹哨 他们说 哦 祖父来了 这是一个特殊的音阶或事情 只有你跟神 跟天使之间 保罗说 我如果讲人跟天使的话语 当然这个经节就在那里 我们要留在那个经节里 因为知道天使有语言的 你跟你天使之间的语言是什么 这个是我跟我的天使沟通的音律 对你来讲没有任何意义 但对我非常特别 这是我跟我天使在特别的时间里面 彼此的呼唤 我就是跟我众多的天使一起行走 当我在用这个音阶的时候 我不想这是真的 我就能够想象我的天使在天国的某一个地方 他说 嘿 马克 我的小朋友 他说 哦 那是马克 他在干什么 他在呼唤我 这是我们之间的语言 这是我们沟通的方式 有很多的方式我们可以跟我们天使互动 这是真的很奇妙的旅程 充满了新的发现 还有奇妙的事情 那有数千数万的天使们 就在等着我们 他们在等着怎么样跟我们有关系 圣经说 天使喜悦要顺从跟着天父的旨意 他们说 马克 他们说 马克 他会说 马克 你听到神的声音了吗 当你传讲神的话 你传讲你从神听到的 我们就在其中 我们要成就他们 当你说了天父所说的 神的儿女都被光照 天使说 对 我们就是你最强后盾 可以吗 然后 我现在为你们祷告 我们有一个休息时间 天父 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开启了新的领域 我们可以感到我们的心跟我们的灵人在升起 我们要进入我们所承接的 完成了天父的梦想 你的喜乐得以满足 我们的喜乐也能满足 我们的天使 我们想要真的更多认识你们 我们要知道怎么样与你们交谈同工 很快地我们要在地上像如天上一样与神同工 我允许你在我的生活生命中向我显现 好 天使 谢谢天父 祘面 tenth Dip 给我 好的 employee 准备 你 好了 operasi 你们 slave AI 咁 圣 у